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HK 我們剛剛買了 PC 版的 GTA 5 打算玩 因為 PC 版會用鍵盤玩,當然可以用到手掣 我找了 Eli 試試用鍵盤開車有什麼感覺 之後我們轉手掣玩,看看操縱上是否習慣 我試試用鍵盤開車 因為我們玩家用機版的PS4 手掣 先掛不掛 都很大分別 我試試用鍵盤開車 W 上下左右都是按開那幾個 當作玩遊戲玩就可以 扭一下 可以嗎? 殺車吃 有一點點不習慣 玩開鍵盤,有玩開賽車 可能我的朋友就很上手 但我們就有一點慢看 有一點麻煩 是啊 喂喂喂喂 其實 GTA 隨時都可以換手掣玩 只要你設定好手掣,插了用就可以了 你會教我們嗎? 沒錯 最簡單的就是 XBOX 手掣,插了直接用什麼都不需要設定 如果大家沒有XBOX 手掣 而你又想用PS3 手掣 自己有的話 那我就有個方法可以用得到 嘩,我按到很累 很緊張 這樣開車 我真的不習慣了 玩 PC 的遊戲 好,靠你了阿俊 現在我先設定手掣 好,要設定PS3 手掣 在電路上用 就需要用到這個DS3 2 大家還有另一個叫Better DS3 我自己覺得這個是比較好用的 我就用這個來做教學 開了之後 我們就去Driver Manager 現在我就將PS3 手掣 經 USB 線插進電路 插進去之後 就會見到這項 接下來我就用這個方格 再用Low Driver 完成之後你就會見到這項 接下來我們就來這裡 選擇XBOX 360 操控器 這個 要選擇這個才可以在GTA裡面使用 如果你選擇PS3 或PS2 就是用不到 選擇之後 我們就可以測試一下震動功能 用不用到 用到之後 我們就看看Options 這裡 它就有一些Octo 鍵 Turbo 鍵 大家看看你需要會不會用到 我不用到 我就沒有選擇 這樣手掣就已經設定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進入遊戲裡看看 那你現在試試用手掣 正不正 不要滑我 不要滑我 那些掣一定沒有調亂 這跟PS4的按鍵方法一樣 但現在用PS3的手掣 沒錯 感受一下 先感受一下 因為真的用手掣開車 那就舒服一點 對 我們玩開PS4版 對 這個按鍵很震 可以調校的 如果覺得太震 可以在Man那邊調校 不要震得那麼厲害 好 繼續 太震 太震 我現在 影響到你開車 是嗎 不錯 其實習慣玩手掣的人 如果轉玩PC版 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對 那 看看大家喜歡用PS3 可以用3手掣 可以用XBOSS的手掣 XBOSS的手掣 就這樣插進去 就不需要用法 但我們因為沒有XBOSS 這樣不用另外的手掣 省力一點 沒錯 那 如果 其他一般的PC手掣 可以嗎 應該可以 這裡有個人 撞 耶 我試試用他的絕靈 好 咦 可以用到 走吧 先插一下 咦 哈哈 哈哈 塞車 塞車 好啦 那今天在電腦裡面 設定PS3手掣 的Share 就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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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呀 我們 好 先來 拍拖 過 我們 好